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進階程式設計裡面的Python 那這位呢是 Python的這個作者 那由他發起這個Python語言的一個語法 那各位在寫 Python之前呢 我們先了解一下環境 那Python你可以直接裝Python的這個 環境編輯器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這個Anaconda的 套件 來做 那Anaconda呢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他是一個屬於這個 完整開發的一個環境 他是一個資料 科學的一個 管理介面 那他除了本身 在Anaconda裡面 除了有Python的這個 套件之外 那他還包含了這個 資料分析 還有機器學習跟視覺化的套件 那Python呢 就我們所知他有 有2.7跟這個3 系列的齁 那2跟3呢兩者是不相容的齁 他在很多語言裡面 會向下相容的 這個情況不太一樣齁 所以Python3呢他是一個 全新的一個語法 當然有一些部分還是蠻相似的齁 當然有一些部分還是蠻相似的齁 可是他的這個 寫法上面齁是有所差異的 再來呢就是Anaconda呢 他有很多重要的套件齁 那這邊簡單舉例兩個齁 像這個 狼Py還有這個 Pandas這些 那這些呢都是可以在陣列 或者是這個 像做Excel的這些功能的一個方便的套件齁 所以 你裝Anaconda有這樣的一個好處 不過 呃 他在優點上面呢齁 他的這個 呃 開發呢是比較省時齁 因為他已經把很多套件都幫你準備好了 那一鍵安裝 大概 你會用到的90%都會用得到了齁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說你有缺一些齁 在你開發的這個 或者是你在解決問題上面所需要用到一些 額外的套件齁 你只要用PIP install就可以把 你需要的這個套件的安裝進來齁 所以其實是蠻方便的 那他的缺點呢就是很佔空間齁 所以 這個 你 安裝了很多這個 呃 Python或者是其他相關你可能會用到的這個套件齁 都在裡面 齁 那所以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去做套件的管理 齁 那這就是他的缺點齁 因為他 不確定你會用到哪一些 所以他全部都給你 齁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另外一個叫做Mini Condor 那Mini Condor的部分呢 他就是 呃 套件的部分包含的比較少齁 齁 所以呢你會有比較多的機會是要另外自己再去安裝齁 齁 好所以如果對Enaconda感興趣的人呢齁 不妨就是 齁 到他的這個站台去 各位可以用Google然後打Enaconda 然後download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Prada這邊呢齁 就可以去下載齁 找你要的版本齁 好所以就下載之後呢把他安裝起來 那安裝起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去 找找看他安裝的地方齁 然後就去找這個Enaconda 然後呢有這個Navigator 弄起來的畫面就會像這樣子 那安裝過程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一直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有包含一些工具集齁 各位可以看到齁 像這個Spider 他是拿來一些 Python的其中一個編輯器 編輯器 那除此之外呢也有這個VSCode 那如果是沒有安裝的話 你可以像這樣子按Install 他就幫你安裝 好那你可以透過這樣方式去呼叫他 好這是Enaconda的部分 好那如果說你的硬體空間呢 是比較有限的齁 可能 記憶體啊硬碟都不太夠齁 但是你還是想寫Python 那當然就是可以透過其他的方式來做齁 你可以直接齁 去下載這個Python3.8 下載下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這邊去找找看 那他也是有各個版本齁 你在Linus Mac或者是Windows上都有這樣的一個版本齁 所以你就挑你的作業系統適合的這個 Python版本下來安裝齁 那這邊的範例是以Windows10的版本下來安裝齁 好然後你就一直下一步 然後呢安裝成功之後 接下來就是環境變數的設定齁 好那各位呢可以選擇左下角的這個視窗符號 展開之後去找到Python3.8 然後再去找到Python3.8括號64 然後呢按右鍵它會有個Mall Mall的部分展開會有個Open file location 選擇這個Location之後接下來做什麼 它就會到這樣子的一個檔案總管的介面 然後呢你在針對這個檔案右鍵呢 去拉底下的Properties 最下方有一個它的屬性的部分 好那把屬性呢 點開之後它有一個Showcard Showcard它有對應到的Target的這個部分呢 你把它複製起來 那複製起來之後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是到這個 你的檔案總管這邊有PC對不對 你的主機然後按右鍵 然後呢拉到最底下有個屬性的部分 好那你點了屬性之後呢 這邊呢就會有一個什麼 你就進入這個 主控台裡面的這個系統的部分 那有這個Advanced System設定 進階系統設定的部分 點下去之後 右下角就會出現一個環境變數 這是環境變數 那點了環境變數之後呢 就可以到這邊來 那上面呢是使用者 使用者所建立的這個變數區 那你要改的是系統的變數區 那系統的變數區這邊呢 你就點這個Path的部分 然後按編輯 先選這個Path 然後呢按編輯 按編輯之後呢 你就一個一個列在這邊 好如果說你在安裝過程之中 都沒有出現像這樣子 剛剛的路徑沒有的話 那你就按一個New 按一個New之後呢 把你剛剛複製的這個呢 Target的部分貼上來 貼上來之後呢 就按OK就可以了 它就儲存進去了 但是呢 這時候呢它還是沒有套用 它只是幫你加一筆記錄進去而已 所以現在要做的事情 那你是把你的Windows作業系統呢 登出 然後再登入 好 那登出再登入之後 你開檔案 你的這個command 你的這個命令提示字元 下py-virgin 如果它出現是3.8 那代表你的安裝完成 這樣OK嗎 好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在寫程式的部分 有幾個環境我們來介紹一下 一個呢是VSCode 那我們上課曾經教過 好那但是呢 它必須要裝一個套件叫做Python Python 所以呢 各位可以點這個 去找到Python 看它的一些介紹跟說明 你可以在這邊去瞭解它 那當然你也可以透過什麼 你開啟Python之後 點這個套件區 點開之後呢 直接在這邊打Python 然後它就會出現在這邊 第一個2020 4.76這個 好那如果沒有install 你就按install 它就幫你安裝上去 好那這樣子就可以寫Python的程式 再來呢 如果說你不習慣用VSCode的話 那你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用Google的這個collab 那Google的collab怎麼做呢 怎麼去使用它呢 各位只要開Google的頁面對不對 你在Google這邊 你就用關鍵字去打 去打collab c-o-l-a-b 這樣子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Google的collab 點進去 好那你要登入你的 你要先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然後再來你可以先建一個新的 或者是你過去曾經有建的 那比如說我們這個 建立一個test的這個 筆記本 好那這個筆記本把它內入出來之後呢 它就出現collab的一個環境 好它就會幫你建一個筆記本 好然後接下來這就是寫code的地方 比如說 A等於18 然後呢我就print Data等於對不對 多號A 這樣子 好那你寫完要執行的時候 你就選這邊 這邊有一個像 音樂的播放鍵的概念 你就點它它就開始執行 然後執行完結果會顯示在下方 好那這樣子的好處是因為你寫的東西 全部都會放在哪裡 好你寫的東西會放在這個 Google的這個雲端硬碟上 所以你就不會怕說少了這個 那這邊呢你可以改檔名 好比如說 test 假設是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改名字 好那你也可以有一些comment 可以做一些好註解 這是做什麼用的 然後這邊有這個你使用的這個記憶體跟磁碟空間 好那可以編輯它 好那你可以再繼續往下寫 所以這是collab的使用 好那除了collab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spider spider就是 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anaconda對不對 好anaconda這邊呢 你把它run起來 當然你也不見得一定要去run anaconda 你直接打spider 好你直接打spider也是可以 因為反正anaconda也是去呼叫spider 好那你把spiderrun起來之後 我個人是覺得 畫面沒有像vscore跟collab這麼的方便 就是沒那麼好用 沒那麼漂亮這樣 卡住 好spider呢 好spider呢 run起來之後 好你就可以 好你就可以 使用它 好比如說 好這有更新版 好那你可以在這邊 A等於spider 然後呢 pint 括號然後data 等於 好這樣子 然後呢執行就按這個 它就可以執行 好所以它的結果會出現在這邊 這是它run的結果 好所以 好看你喜歡用哪個環境都可以 這個是spider 那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是單獨去裝python的話 那你到python3.8 點開之後 底下也有幾個功能 其中一個是 idle的這個編寫環境 那你點進來你可以就直接這邊 直意式的去操作 比如3加8 3乘8 得到24 好那print對不對 data 等於 好3乘8 好它就可以執行 enter馬上可以執行結果出來在這邊 好這個是直意式的 你打一行run一行的時候 可以用這樣的環境 那你要編寫的話 還是要一個編寫環境 可以去把 一整段程式寫好之後 再一次去執行 好那基本上這個真的是 這個環境安裝的部分 針對python的這個環境 做一些設定 好以上是這個 編寫python的環境介紹 提供給各位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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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